星期四,又到《贏波攻略》的時間了 《Bobo18》當時是自家製作的視頻節目 繼續有我肥鬚和習在甸爐 那是甚麼事啊,習在甸爐 全靈靈靈靈,早雲達斯,對著魚腩 我說沒有骨頭,怎知道這次真的近親 激到我瘋,不開心了很久 應該不是早雲達斯的問題,是你的問題 誰不買早雲達斯的問題 怎知道有這麼多人買,每個人一起拿東西 這個世界當然啦 投注永遠有風險,自己評估風險 當然啦,那天很聚飛的,聚飛了,早雲達斯道 有時候的票都信不信得過,就由你自己判斷 我打算你贏一球,一球我才買 一球半,那時候我都沒有買,酒盤也好啊 沒辦法啦,是這樣的啦 還要細謙,豈有此理 算啦,經過歐聯,歐霸賽戰 歐霸杯今天也選了一些精選賽事和大家聊 首先就是國際米蘭對著柏迪遜 其實先說國際米蘭,國米近期真的 比米蘭相紅來說,他的狀況比較好 尤其是他的領隊,史達馬斯安尼 其實他近期,雖然變陣變得多 但他那種變陣就是因應不同的對手而變陣 甚至當地的媒體,意大利的輿論 都稱讚新派的領隊,甚至套高帽給他 新的摩連奴,老闆莫拉提都說 新摩連奴終於找到 現在新摩連奴,帶領國米暫時聯賽 就排第二位,僅次於祖雲達斯 僅次於拿波利和拉蘇和祖雲達斯 但他的成績相當好 他的近場,無論所有賽事 甚至歐霸杯賽事都贏了 上一仗,大家看到為何我會選這個壞孩子 現在去了國米之後 我不習慣 他叫青出於藍,巴洛迪利 所以他變相乖了 除了國米之外 除了他自己也能入球 近期都可以 也有助攻等等 所以國米一片呼聲大好 現在人腳就是這麼多 但我相信他們的領隊 史達馬斯安尼 也能夠好地調配 他們打奴巴杯和聯賽之間的平衡 至於迪迅方面 不是迪迅的 暫時也叫蔡爾維亞 去榜首的位置 這班球的特點 這班球的功力相當強勁 聯賽的得失球差 可以正22個很誇張 甚至我大膽一點誇張 我大膽一點誇張 蔡爾維亞的聯賽應該大致上 雖然他們暫時只領先 雖然紅星也有兩分 但如果看這個走勢 他們應該取得 今年很大膚聲 不過陣蔡爾維亞 太多年青球員 雖然他們有表現 或是可以倚重 會不會比他們年輕一點 其實這隊伍 在蔡爾維亞聯賽 都離行離辣 輸過一場 其他全部都贏了 但你說太年青 所以一見到歐霸杯賽 例如作客去盧賓卡山 就輸了兩顆 之前對著尼菲治 都給人深知 上一圈對著達林素 都憑著作客入球 你才出線 沒錯 證忠今年打得相當好的兩個前鋒 都是M字頭 但都是18歲 因為米道維和馬高維 都是18歲 現在暫時兩個都在聯賽中入了三個球 甚至另一位前鋒 入了六個球的另一個主力 施浦維 也是22歲 入六個球 雖然這班球 正如習塞町所說 這些歐洲賽事 無論歐聯歐霸都好 始終都是歐洲賽經驗 相反國米這班球員 歐洲賽經驗就不用多說了 只是一個新尼迪 踢的歐洲賽多於全隊派迪遜 習在哪裏 這場有沒有信心 這場我當然對國米的上半是有信心 為何初一半就球半兩球 其實都不斷落飛 升到球半 見到國米的信心大家都很大 我都不怕去買上半 但反而入球大小 我怕國米只會贏2比0 因為賽程 其實對兩隊球員都非常不利 國米後日就要作對博洛利亞 帕迪遜更慘 第二天 即27日 都不夠36小時 就要在主場對中下游班的樂維帕澤 所以你見到賽程對兩隊國米和帕迪遜都不友善 帕迪遜真的挺密的 帕迪遜的 所謂閘著香港時間29日 但剛剛12點正 即28日 即是兩天24小時不夠 即48小時不夠 即是踢完這場球 所以這場球我也支持國米 看看另一場賽事 現在就是李昂對著畢爾鮑 李昂的近方都上選OK 在聯賽就叫做平穩 我不敢說他太差 也不敢說他太好 但上一周剛剛緊贏比斯特 是1比0小勝 雙方畢爾鮑 今屆沒辦法 留到領隊比爾差 留不到球員 查韓馬天尼斯走了之後 球隊中後場還未消化到他的離隊 再者其實查韓馬天尼斯走了 不緊要 最緊要就是現在羅蘭迪 根本跟球會已經是決裂的 所以羅蘭迪 完全只是有操沒有踢 所以上一場 也在華倫西亞情況下 其實他們看得不錯 但後勢有點不計 再者就在67分鐘 有紅牌被逐的中場 所以較後時間就輸給華倫西亞 其實近方真的挺差的 除了聯賽一場 在奧莎珊拿身上獲得3分之外 其他無論在歐巴盃好 甚至在聯賽全部都未贏過 另外一個原因 北尼巴暫時表現就算平平無奇 是因為作客的失球數字都頗離譜 沒錯 你可以看到不單止華倫西亞 果嘗失球 對著王家蘇斯達都失兩球 作客對愛斯賓奴 對著歐巴 對著喀爾辛基都分別失三球 可以看到北尼巴今年其中一個最大問題 就是效防你的問題 相反對面利昂其實主場的攻擊力是不錯的 近兩場好像對著波爾多比斯特進入少些 但你看回之前對著華倫西亞斯 對著阿瑟斯奧 甚至歐巴對著布拉格斯巴達 入球能力都是不錯的 歐入球能力厲害 上一場歐巴盃賽事 進入了四球球 反勝對手 艾朗尼 反而畢爾巴真的失球比較多 他們作客 例如早前輸給王蘇 0-2 歐阿波1-3 輸給布拉格斯巴達 其實真的不太強 對華倫又失三球 言下之意 你也看好李昂吧 我可以猜入球帶 入球帶 入球帶也可以 如果看走勢上 畢爾巴也挺肯攻的 當然除了入球帶 我自己也看好一點主場的李昂 相對來說 我覺得李昂 似乎應該可以穩陣一點 後防或整體 叫平衡一點 前線真的沒有了羅蘭迪 阿杜烈斯不是不好 近期都正好 但只靠阿杜烈斯 我覺得背不起一隊 不以包 接著另一場賽事 就是洛森堡 主場對著米達烈斯 洛森堡 大家都知道 洛森堡這班球 叫做羅里超級聯賽 都叫做OK 但是近年 由於人腳所限 成績是有所下滑的 這個不爭的事實 暫時他在羅超排在第一 但是 逆步逆趨的是莫迪 現在是同分 另外還有 史卓加斯特 居然是欠三分 所以現在他們的聯賽榜 那個重要性 或者迫切性 是更大的 我自己 還有 習手瘋奈奈 下一場 就是作客對莫迪 再下一場 接連 對著史卓加斯特拿 連續兩場作客 所以 洛森堡這場 第一 首先 心態如何 我就有一大問號 至少 羅威 取得超級聯賽冠軍 至少 打歐聯 相反 米達利斯都不頑皮 這班球 這班球 其實米達利斯暫時 烏克蘭就排第四名 你說和 綁手 基庫大南 不是 沙克達就差很遠 最多和基庫大南 甚至都有過歐巴的離譜 差不多實力 差不多實力 但如果看賽程 其實他不夠48小時 又要在烏克蘭聯賽主場 對著柔 我看賽程 其實對米達利斯都頗不利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看到雙方都說 咦 不對 首先 諾森堡可能會專注聯賽多些 米達利斯要留下主場 還是硬掌 後一場都會對著迪離譜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勝負 我就難料 我寧願賣入球勢 因為雙方可能會收下火 不對 我對客軍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因為我看到今年 米達利斯對歐洲賽的慾望相當高 老實說 烏克蘭聯賽 你都是欠前列 三三四四 你說沙達就不用挑戰了 所以見到米達利斯在歐巴杯 是頗著力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中視甚至 他近期都有兩場硬仗 對完基庫大南無 但距離能夠作客3-1基庫大南無 其實表現相當不錯 所以這場球對著諾森堡 有所忌諱 即是要留力給聯賽的陸森堡 實力上 即使他不留力 我也有信心 這班球 很硬正 看到這班球 真的有看這班球 就在歐巴巴杯裏 相當硬正 所以不怕我自己 不怕我大膽 今次我比你大膽 即是你要上盤 是嗎 你見到這場球 外面的初盤 是平手盤 現在樂菲也落到 下軍的米特列斯洋 平手盤 而我推介的入球勢 都由初盤兩球盤 跌到兩球兩球盤 即是按肥蘇的選擇 外面的飛都相同 都相同 相同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入球勢以來就是上盤 接著就是利雲特 對著川迪 利雲特近方就好一點 連勝兩將 尤其是打得相當好 代表作當然是1比0 打比戰 擊敗了華倫西亞 上一仗也有執生彩來形容 因為作客基達菲 他們被對手押著來打 也是因為基達菲 攻擊不進 最終被利雲特 說得難聽 也叫偷機成功 由米高的入球 但這班球 歐洲賽一定想要 想打 亦都很賣力 但問題是實力夠不夠呢? 川迪 對手今次是何甲的綁手球隊 川迪 川迪上一仗就利雲失望一點 再下洛達就和球 但如果你計算 近四場就沒有輸過球 早前當然有一場有賽 其中有一個休息就是 但有一場最出色就是 主場3比0贏 亞爾克馬爾 但習塞迪奴 似乎近期 川迪的作客也有一般般 川迪其實 講實力 在何何教都不算 看回這兩年 都算有頭威 沒有尾陣 最後一定是被PSV 或亞特士 按住你 所以見到聯賽 就算是亞特士 都會輸球 但川迪有一個好處 這隊球無論是主場作客 都會和他鬥公 會打4-3-3 尤其今年 在國米回流 回來荷蘭 踢球卡斯塔羅斯 雙場 聯賽對著洛達 即使贏不到球 都入到球 打球1比1 證明前鋒線 都保持著進攻的節奏 這場球對著利雲特 當然我首先會看好主隊利雲特的上半 另外也會看好入球大 入球大不奇 因為剛才習採電圖所說的 除了卡斯塔羅斯 另外達迪和查特利 三個球員 入球分部都相當平穩 所以這場球隨時開入球大給大家 反而你看到上半 你真的看不到川迪 上次記得對著希爾聖寶 川迪作客讓評判 我就說希爾聖寶主場會不敗於川迪 結果就2比2 今場球我相信川迪作客 都仍然沒有贏球把握 其實近期真的作客一般 這是真事 這也是川迪或防線上的問題 我自己可以說 這方面防守不行 也影響了川迪的成績 甚至好像習泰迪所說 聯賽的衝擊 也是比較差 接著講講另一場球 就是希爾聖寶對著漢諾威 大家都知道漢諾威這班球 大家是最愛的 那天又開了一場大給大家 現在歐八杯兩戰有4分 但希爾聖寶就敬賠沒席 只有1分 形勢上如果漢諾威這場球 能作客又贏 其實出線的機會就高唱入魂 不過漢諾威真的 這班球你有得好 你不要理會他贏輸 他是入球大 他就拼命離 相反希爾聖寶的實力 其實如果你怎樣稱 都會比較差 同組來說 都是比較弱 甚至你本身的實力 對比漢諾威也比較差 你看好哪一隊 這場當然我會比較稱高 漢諾威 今年漢諾威 目前我買這麼多次入球大 只有兩次深刻一點 是陷害我 對漢堡 你知漢堡今年經常開入球大 誰知道那場就1比0 對多門特局那場 也是少少失威 1比1 就開不到很大 其餘都開到很大的 希爾聖寶就 這隊球 不知道是否還在獻世 今年的成績 其實在季初都陷害我幾個 這場球 我當然先看漢諾威 第二就是入球大 入球大很大機會 如果我自己覺得 因為大家看到上一仗 希爾聖寶主場對歐法輩 對著穿敵都是2比2 所以這場球 正所謂 大家剛剛遇著剛剛剛剛遇著剛剛 兩隊都隨時會開入球大 大家看到漢諾威作下成績 相對會比較差 但是失球也相對偏高 所以其實入球大 我自己覺得是這場球的首選 我也是 漢諾威今年10次有8次開大 這次不要再善我 已經是8成很高 接著到利物浦 看看利物浦 捧了利物浦 身體好不好 當然不好 上一場對烏丁尼斯 那次就知道不好 但上星期聯賽最重要是他們贏球 他會贏球 不要緊的 如果在球隊角度 他會先取得3分 始終也是那一句 功力相對不夠穩定 比較疲弱 還好就是年輕球員史達寧 真的幫到手了 我都說了 如果要靠蘇瓦雷斯 或者像馬體會一樣 靠法卡 我長遠來都是不行的 但是這場球 我預計 尤其是 利物浦都應該會有所保留 原因很簡單 周末聯賽 將會有場馬塞韋爾打比 就是對著 馬西塞韋爾打比 對著愛華頓 這場球比較重要 聯賽3分比較重要 以及爭逐比較重要 但安捷相對近方相當好 但這場球是很神人怪怪的 我只覺得 你看他踢球 有時候眼火爆 以為他輕描淡寫 好像不想贏不想贏 但他最終是贏給你看 所以現在在俄羅斯超級聯賽 他就上下排了第一位 很有趣 你不可以說他不想贏 而是他懂得流放 可以說得比較清楚 究竟這場球他們會不會出全力 去對著利物浦呢 亦是一個大問號 原因是他在聯賽 將會對著魯斌卡山 也不容易踢 去到黑十那裡 是絕對不容易踢的 那這場球怎麼看 這場球是勝負 我想身體好 就不買勝負 上下本我都不推介 安捷呢 其實這隊球本身是 入球大是多一點 你說是多入球的 是唯一一場球 我挺詫異的 之前踢俄羅斯杯 對著俄甲的 班白排第二 烏拉爾 一隊經常入球的球隊 雙方鬥功之下 竟然在120分鐘之內 是不入球的 即是那場有一點古怪之外 其餘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這場球 你預期你要我 即是推測有什麼 上本下本 我不如買入球大算 所以不是的 很氣頂的 我上次看著他對年青人 那場球 如果你投注了他 你就很遞他著急 他就好像不打不緊 投廿二分鐘 好像在混遊 接著下半場 被希丁克 可能散一散 然後 開始醒神一點 但醒神一點 都不是盡全力的 接著就慢慢跟你踢 然後就輕鬆贏2比0 最後保時才入2比0 但安哲經常都是這樣 大家看到 甚至在歐巴布外圍賽 都是這樣 等你攻就攻就攻就攻一輪 他就在尾段 等你體能下降 或者有後防的疏失才會來 如果有分組的形勢A組來說 安哲和Woudini 都是4分 利物浦有3分 所以這場球 當然 如果出線來說 當然重要 但大家的心態怎樣 一大問號 所以 現在的盤都沒有信心 利物浦讓平 對 初初讓半球跌到平半 入球大小 你見大小都沒有怎麼動飛 即是2球半、3球 所以這場球 就投注少一點 如果正路 正路 尤其是利物浦肯出負選 其實入球大 反而可以敲一下 但是 他都開得挺高的 所以我反而覺得 大家不妨先看好陣容 以及看看兩隊的走向 如果可以的 就落入球大 這個是比較正路 無信家伯對馬賽 兩隊都衰 這是衰波 這個無信家伯很衰 馬賽更衰 馬賽上一仗 他們的高大中鋒 基拿斯的相出 就入替了拉美 好了 但失珠交臂 失很多機會 所以導致馬賽一面倒攻勢 17次起腳 有六成的控球 都輸球 0比1輸球 你說這隊馬賽 其實貴初不差 你看到貴初馬賽 不是 連贏六場 對馬賽信心大 誰知道對著巴日石 二門打和也OK 上一場球對特奴 那對馬賽太靠前方 拉米 拉米就割封不順 令他吉拿斯傷了 兩個人都不行 至於武術加魄方面 現在暫時在聯賽榜很頑皮 雙線作戰情況下 令他們的戰績完全下滑 今年後防都穿了洞 完全不行 這個無可否認跟巴西中堅 丹迪的離隊很有關係 丹迪的比較硬 還有比較大刀闊 所以他轉了會拜仁之後 拜仁是有改善的 相反,此消比獎 再加上武術加魄 我自己覺得這班球 根本完全不適合雙線作戰 所以打歐馬杯真的很兇 為何上一場在聯賽作客情況下 零比就輸給雲達不來梅 完全無法打 這場球怎麼看呢? 這場球兩班都很壞 你可以看到今年的武術加魄 對於主攻人力球隊必多失球 雲達不來梅 就算2比2和漢堡 2比4輸給佛倫巴 甚至2比3輸給紐倫堡 全部人家一主攻人 你就失球多了 今場球本身對著馬賽 我就很輕易選擇入球大 但最近馬賽的前鋒 即拉米受傷 另外兩位前鋒受傷 或者腳封不順之下 我會比較下鋒 會小一點的鋒馬 仍然馬賽入球大 但鋒馬會小一點 但我會下盤 因為小翁 相對兩邊來說 馬賽怎樣壞都可以 他很防線 就相對找過對手 而且馬賽有一招都很聰明 即是 他們在場下的情況下 很多時 反而以突擊的踢法 就比武術加魄 還有上一仗的歐巴輩 我看著 武術加魄 如何被人大炒 那場球根本 馬賽當然在聯賽的爭逐會緊張一點 但起碼就算他半力 我看到 他們今年都不是完全放棄的 歐巴輩也是想走多兩步 拿多點錢 所以包庇領隊 在人腳調動方面 我覺得有點信心 受傷情況下 我也會撐一撐客軍 你撐客軍 我就少住少住 入球大 好 接著說另一場賽事 就是A.E.L.利馬素爾 這支來自塞浦路斯的球隊 對著費倫巴哲 也同組賽事 這對利馬素爾 其實很厲害 主場很厲害 這班球很硬 很厲害 雖然暫時只有1分 但他真的在主場 能夠和球 另外 其實費倫巴哲 不錯 兩場獲得4分 費倫巴哲作客也不差 4比2 但勝利武術加魄 其實費倫巴哲 如果你計算 我覺得土耳其 車輪聯賽來說 根本這班球賽 聯賽的排名 跟他的實力不正正比 始終 如果看表現上 他們近期已經好一點 比季初就好很多 而且 陣中有部份球員 好像古智 美尼拉斯 這些球員 已經上力了 所以 我自己覺得這班球賽是不錯 不過今場 我覺得遇到考驗 始終都是 幾惡 比賽普路斯 對著AEL 利馬索爾 我也認同 只是費倫巴哲 進攻又很強 防守又很差的球隊 利馬索爾 主場未必輸給你 這種情況下 見對手費倫巴哲 進攻又好 但防守這麼差的情況下 現在外面的 初盤 入球大小 做2球 2球半 比較划算 比較安全的情況下 我要入球大 當然 AEL 利馬索爾 如果你計算 整體實力是差的 譬如 那場作客對馬賽 都算1比5 我相信這場球 有一個互動性 費倫巴哲一定會攻 作客都對著 無尊加法鬥攻 所以 林莊的入球大 都很正常 接著講講 另一場賽事 繼續歐巴杯 今天全日歐巴杯 當然還有一場 特別一點 告訴大家 這場是 烏德勒 烏德勒 不是說錯了 不是烏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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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A.I.K.蘇立 如果說戰績 是好的 但能否益到人呢 兩體 剛剛聯賽那場 對著威廉二世 是謹勝的 不過 其餘之前的賽事 都很厲害 大炒比達 甚至主場大炒拿波利 因為那場拿波利 我都說 那場沒有心踢 根本就不想要 所以 他們暫時起歐帕的表現 是相當出色的 以及聯賽也相當不錯 至於 對手的A.I.K.蘇立 其實近方就一般 雖然叫做剛剛 作下能夠1比0 贏過登堡 但歐帕 甚至在兩場 歐帕 1比3 2比3 輸給迪尼浦 另外 其實他正在排在聯賽榜第4位 其實他是一隊爭標的球隊 但我不明白他怎樣爭標 如果這樣踢下去 可以說狀態比較差 但上一場更好一點 贏過登堡 0比1 這場球 其實你見到外面的盤 開得好 好 PSV贏 大家都認同 誰知道 球半兩球 升到兩球飛 加球大 3球 3球 3球半 其實PSV 雖然說 歐帕也試過大炒對手 莫斯科 中中六軍 都可以 不是 莫斯科 中中六軍 差點離譜 都試過 輸球 但主場 那時大炒9比0 這樣的情況之下 歐帕又主場 贏到拿球 3比1 這場球 大家一看 PSV會不會 贏到盤 但兩球盤 我自己覺得 比較 心狠手辣了 我又不怕 兩球我都沒怕過 是嗎 因為我覺得 如果看走向 AIK蘇立 本身實力不夠對手 二來 他們的實力 當然要有個根據 PSV圓圖分 是真的盡力去踢 真的盡力去踢的時候 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現在分組形勢 兩場都輸了 另外 AIK蘇立 0分 PSV圓圖分 都是3分 所以要出線都要贏 我要入球大選 我就要上盤 然後 講完歐八杯 當然要益益大家 講一講明天 下午 好 因為我怕有些朋友 今天看完節目 明天都未趕得及 下班才看 不要緊 講一場奧積 奧積賽事 這場就是 紐卡蘇噴射機 對著墨爾本勝利 近期似乎不錯 阿習塞丁奧 這個希斯基的融入不錯 你說希斯基 當然來到這個 紐卡蘇噴射機 OA即 OA即 表現是認真不差 這場球對著對手 墨爾本勝利 墨爾本勝利 又奇怪 頭兩場很差 誰知對著榜首的阿德萊德倫 主場又贏 所以 我不知道是否勝利 貴初頭兩場 還未上力 上一場球對著 阿德萊德倫的勝仗 雙方在主場 你看到 無論是聖門痴蘇 或是控球比率 其實墨爾本勝利 一面倒是比較好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看到墨爾本勝利 回來之下 我就不敢盲摸摸 買紐卡蘇的上盤 我寧願 你也懂得說 希斯基這麼fit 買入球大 沒錯 除了希斯基之外 已經有三場入兩球 格斐斯 他們有幾個格斐斯 賴恩格斐斯 也已經三場入兩球 他和希斯基也是 連續兩場都入球 所以球隊都能夠贏 不過與此同時 防線都會失球 所以這場球很簡單 兩邊有一定的功力 兩邊的表現不頑皮 所以入球大 就是最簡單 因為紐卡蘇這對球 補充他一點 其實這對球是專攻 助攻人 很少和人手 即使季賽不入球 第一場對著 阿德萊德聯不入球 都是因為後來他有紅牌 才不入球 再看對阿德萊德聯不入球 對中岸水手 兩場球加起來 入五球 加上長長球 都又失球 入球大 簡單一點 今天的贏波攻略時間差不多 除了看贏波攻略之外 記得要上部門18當 欣賞或收聽或收睇 我們其他拍檔的提示 或語音半場分析 今天時間差不多 明天繼續贏波攻略 拜拜